我们火玫瑰街舞队 因为生活中有了街舞 而不惧怕衰老 在我们的心里始终坚持 年龄只是数字 只要皱纹不长在心上 我们永远风华正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有请火玫瑰街舞团 来到我们的时光下游战 台上的这个组合呢 是在两年前 在参加的黄金100秒 2021年 对 所以当时我就有点不太相信 火玫瑰街舞团是由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阿姨组成的街舞团 实在发展到今天 我们这些阿姨们她们退休之后的这种生活 精神世界的追求 包括就是强身健庭的需求来讲 是越来越高了 特别想问问你们 对于国潮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我认为跳街舞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中老年人一样可以跳街舞 通过跳街舞 把自己锻炼得朝气蓬勃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我们说人到了什么什么年纪 好像就应该是什么样了 那就是一种传统的固化的一种偏见 对 所以我觉得火玫瑰街舞团的这些姐姐们 证明了对不对 什么叫做生理年龄 什么叫心理年龄 所以我觉得在舞蹈的这个表现方面 我觉得真的你们还正青春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 目前人气榜的前三 分别是 猴星 蔡东敏和玫瑰茶组合 有请我们火玫瑰街舞团 到舞台的一刻 写下你们的时光记忆 通过跳街舞 把自己锻炼得朝气蓬勃 所以我觉得在舞蹈的这个表现方面 我觉得真的你们还正青春 精彩不断 收视长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